這個蝦腿就是代表我們所有的小陽光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蝦腿拿在手上 麻煩我們右側的媒體朋友 現場的媒體朋友 讓我們做對外媒體說 現在今天我都一起跟大家來做分享 在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都是不同的 所以不同的愛卻能支撐更大 來 很多的同事 請我們留下主意的話語 先討論這個手機的相遇回 就像我們手部的陽光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現在眼神不一樣 我自己看不太到這個 因為可能是要別人看我才會感覺 但是自己我覺得看事情的角度的確有不一樣 因為以前可能還是自己的時候 就會覺得以自己想要幹嘛為主 可是現在就是會以對方想啊 或是以孩子想的位置 有一點然後就很情緒感冒 對 所以去看演唱會感覺怎麼樣 要不要打個分數 我覺得非常非常精彩 對 然後希望大家 好好就是期待 我相信其實有一天應該可以來 我覺得超過一百 可能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很肉麻 所以就哪一段最精彩 我覺得哪一段 我覺得其實水族鄉那一段很漂亮 就是有媒體 對 她有說到希望她來台灣 可是現在好像台灣開不成的耶 會不會覺得很累 我相信應該會突破成為 有想辦法的 對 因為她有說啊 就是結婚生小孩之後 我覺得那個運氣越來越好 所以你有幫夫運 我覺得她應該自己本身運 一直以來都還不錯 所以那一天我才知道她爸還幫她準備了什麼 所以是很神秘嗎 對 可是我也不知道她爸會幫她準備什麼耶 可能一百片尿布之類 有很多小時候跟婆婆一起看的嗎 對 那自己自己現在跟婆婆的互動是如何 婆婆對我就像對女兒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那剛剛談到台北演唱會 現在目前卡關 那結論回家有跟你講什麼 心情如何 其實我不是 其實她的台北卡關她應該心情 就是平常心吧 因為她還是有很多很多長演唱會在跑 嗯 錚 Lucp